来 干什么呢 你不是在看书吗 我给你来点音乐 你跟我一起唱吗 你 你跟我一起唱歌吗 你管你刚刚唱的东西叫歌 对啊 多好听啊 我教你 不 要唱你自己唱 我可不唱 你陪我唱 你陪我唱 干人不好了 宫里又出事了 什么事 又有两名宫女跟太监被杀害了 而且 是在小王爷的寝宫里 大人请 微臣参见小王爷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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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小王爷 这 对不起 我刚刚太着急了 看到你 放心了就 没事 但是小王爷你没有受伤吧 没有 但是 小王爷 是 你的寝宫外便是命案发生的地方吗 嗯 那你可记得 当天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两天我都没睡好 昨天晚上我很早就就寝了 但是 我在睡梦中 仿佛听到门外有些骚动 我当时太疲惫了 也没有出去查看 直到第二天 我发现 平时侍奉我的宫女竟然没有来 这一开门 就看见 他们倒在血泊当中 太子殿下驾到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哥哥 免礼 本王听说小王爷请公遇袭 因此特来关心 小王爷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太子哥哥关心 如姑娘 有一阵子不见了 进来可好 我很好 谢谢太子殿下 对了 一会儿有时间吗 本王有件东西想送给你 好 我很好 启禀太子殿下 臣等在调查完之后 就得紧速赶回大理寺 本王问的是如姑娘 微臣知道 只是大理寺实在是公务繁忙 本王知道 如姑娘身为衣冠助理 也走不开吗 大理寺卿是不是在故意 刁难我们如姑娘